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泰曼房产客 这里是曼谷龙哥 现在在台国曼谷的苏安拉普机场 欢乐健康自行车道上骑行 21.75公里 前方还有两公里 就到到终点站了 我们可以看到沿路啊 这些灯柱啊 全部是太能版的 现在的话 这叫节能环保 在灯柱最上面的顶着一块 大家看到了 然后伸出来都是LED的灯 这种环保概念还是挺强的 这条单车镜非常有意义 曼谷市民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健身的场所 正如这个名字所取的 Happy and Health Bike Lade 欢乐和健康单车镜 这名字起的 以前为什么没有发掘这个地方呢 以前为什么不来玩呢 看来什么事都要尝试一下 让大家知道真正的美妙 好了前方快到了 这是22公里 可以看见前面有一个桥 这是单车镜的这个桥 应该是从这里来回去了 现在看见机场已经换了个方位了 23.25公里 上面快速到应该是向前走啊 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一个转弯的地方 一边是通向我们环车的地方 这个地方看来怎么走 啊 基本上是到了哦 哦 基本上是到了哦 哦 到了到了到了 这么快啊 那前面是起第二圈了啊 好了这是回来了 看这里面这个桥 回来了 看这里面这个桥 我的桥就是 出口 可以卡了吗 这个桥 可以卡了 看这里面这个桥 可以卡了 现在回到原地了 正式把车还了 整整起了一圈 23公里多一点 然后回到哪地方来还车 原车应该很简单 把车推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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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车推给他了 完成了 看这个地方是Runto Bicycle 然后出车的地方 我还要拍一下 好 到集合点了 讲泳呢 讲泳 过去第二圈 去第二圈是吧 好 休息一会儿 好了 朋友们 骑完单车了 身身舒服 那么在机场的 欢乐健康单车镜 骑完23公里 现在往回走了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收看泰曼房产客 我是曼谷龙哥 在泰国的曼谷 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泰国 谢谢大家 关注大家 你 刁相 进来 对 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